在全明星拿到最高分带队取胜 MVP却给了败方的张振霖 这是朱松伟听到张振霖拿MVP后的表情 在采访里朱松伟情商很高 他说我以为一般赢的球员才能拿MVP 但可能是张振霖在视觉和拼劲上要比我更好吧 但这些话并不是朱松伟真正想说的 因为在后来的一段采访中 朱松伟明确说道 以后不要在他面前提MVP这个事情 去年时朱松伟选择逃离CBA 他选择了年薪高达300万的弯曲异龙 但让朱松伟没有想到的是 他只是打个篮球也遭遇了东南亚变炸 今年休赛期 弯曲异龙突然宣布解散 朱松伟、刘传新等球员突然面临无球可打的境遇 在离开CBA时 朱松伟背上了逃兵叛徒的骂名 他的名字更是直接被篮球人才库除名 在弯曲异龙解散前 朱松伟还收到过CBA球队的追求 但他还是毅然决然选择留在海外 当弯曲异龙突然解散后 朱松伟也因为错过了注射窗口期 无法在短期内解决打球问题 目前朱松伟还在全力准备国家队3v3的比赛任务 想要回国打球 朱松伟恐怕还得找到篮鞋 开设绿色通道 朱松伟身高2米06 体重100公斤 大学时 朱松伟身批35号球衣 被誉为汕头杜兰特 在2023年夏天的CBA选秀大会上 朱松伟在第四顺位被四川金墙选中 生涯第二个赛季朱松伟就能砍下12.3分 四篮板2.3主攻的数据 朱松伟的身材和打法虽不如杜兰特那般华丽 但他非常神似NBA的小波特 靠着出色的持球进攻能力和极强的升级素质 朱松伟在东亚联赛里堪称降维打击 在如今极其缺乏持球风险的中国能篮里 面容帅气伸手全面的朱松伟 不仅是个非常有潜力的球员 更是一个值得培养的CBA名片级新人 朱松伟说 他从来没有想到过弯曲一龙会突然解散 或许他只想趁年轻走出去多赚点钱 尽管他的身上已经被打上了贪财的标签 但经济体育一切用球说话 只希望下个注册窗口期 朱松伟能重新得到机会